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Netflix《类之女王》有金秀贤 金志愿主演 播出后凭借精彩又反转不断的剧情大受欢迎 而近期演员们也有在一些采访中 透露他们对角色的解读看法 以下为《类之女王》演员角色解析 金志愿认为婚姻让海人感到安心 李主斌承认多会喜欢秀者 金志愿坦言也因上令海人感到别扭 而海人爱上白贤佑的原因 竟是因为窝囊 Netflix《类之女王》演员解析角色一 让海人爱上贤佑的三个特质 在《类之女王》中 海人因为受到白贤佑多次的热心帮助 而开始注意起对方 进而萌生爱意 金秀贤近期在采访中也表示 他认为让海人爱上贤佑的三个特质 是体贴细心和聪明 而金秀贤也补充道 除此之外白贤佑也有一点窝囊 有时候也让人觉得不怎么样 虽然有我自己说这种话不太适合 但在她迪威又窝囊的一面里 带着一点可爱 一旁的金志愿也附和道 这么说也没错 Netflix《类之女王》演员解析角色二 贤佑爱上海人的原因 近期金志愿接受采访时 也被问及贤佑爱上海人的原因 而金志愿坦言自己也对这个问题感到很疑惑 她猜原因可能是海人冷酷跟坚毅的性格 还有些许自私的面貌 白贤佑会用充满爱的视线面对她的这些面貌 这些可能会被认为是缺点的部分 白贤佑都将它们视为优点 Netflix《类之女王》演员解析角色三 金志愿认为婚姻让海人感到安心 在《类之女王》中 海人与贤佑虽然深爱着彼此 不对凭的生活却让两人的婚姻遭遇危机 甚至差点遗忘该怎么爱护彼此 而金志愿也认为对海人而言 与贤佑的婚姻生活就像家一样 即使她不想回去 她终究还是得回到家里 最终这桩婚姻是能够让她感到安心的 Netflix《类之女王》演员解析角色四 贤佑开始意识到对海人感情变化的时间点 剧中由金秀贤饰演的白贤佑 原先认为婚姻生活让其感到痛苦 因此想与妻子红海人离婚 然而白贤佑却在得知海人罹患重病 即将于三个月后离开世上 因此打消离婚念头后 逐渐在相处过程中找回对妻子的爱 而金秀贤近期受访时 也透露了贤佑开始意识到 自己对海人的感情产生变化的时间点 金秀贤表示 首先第一点是贤佑下定决心出发去德国 第二点则是贤佑到德国后 一直寻找海人 最终在自己所想的地方 再次见到海人 且海人独自一人在那里 因为高跟鞋的鞋跟脚很痛 看到连这一点都不能战胜的海人 贤佑觉得内心某个地方在崩塌 所以在阶梯上说着责备的台词 而金秀贤及金志愿也一并认同 这场德国重逢戏拍摄起来很不简单 Netflix类之女王演员解析角色5 海人看到离婚协议书的心情 在类之女王第六集里 海人终于发现了贤佑藏在保险柜里的离婚协议书 内心受到重创 而金志愿也透露拍摄那场戏时 真的很伤心 就算海人与贤佑离得比较远 但在他说要死的时候 唯一守护在他身边的就是白贤佑 是有信任的 但当海人知道是谎言的时候 感到特别的虚伪 有一股强大的背叛感 内心千疮百孔 Netflix类之女王演员解析角色6 金志愿坦言影音上令海人感到别扭 在类之女王里 由朴承勋饰演的尹英胜 可以说是剧中最不讨喜的反派角色之一 处心积虑地接近海人及Quins集团一家 想掠夺红家的一切 而金志愿受讽时也探言 尹英胜令海人感到有些别扭 不过因为尹英胜是对他的野心 工作有帮助的人 所以海人就算有点尴尬 也要好好和尹英胜相处 而金志愿也表示 因为海人是颜色很快 而且很聪明的人 对尹英胜的感情不可能不知道 但怎么才能彻底划清界限 怎么样才能准确的利用 海人是个对这些全都知道的很清楚的CEO 所以才想要维持跟尹英胜的关系 Netflix类之女王演员解析角色7 李主兵任多慧喜欢秀哲 在类之女王中 由李主兵饰演的千多慧 实际上是名片图 隐瞒真实身份成为了 Quins集团超市代表红秀哲的妻子 而虽然在最新播出的第八集中 千多慧已经带着儿子一走了之 不过有许多观众都认为剧情会有所反转 千多慧可能会被洪秀哲的爱所打动 最后回到洪秀哲的身边 而近期饰演千多慧一角的李主兵 接受采访时也坦言 多慧对秀哲有感情也喜欢他 然而李主兵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 令多慧却不得点 但他洪秀哲是傻瓜啊 Netflix类之女王演员解析角色8 影音上对海人好的理由 在《类之女王》中 由朴承勋饰演的影音盛 对海人有着常年的眷恋 也常对海人有意无意地表达自己的好感 而朴承勋也透露影音盛对海人好的理由 不仅仅只因为他有得到海人的想法 也包含他想得到Queen's集团的野心 以及牵制贤佑的想法 Netflix类之女王演员解析角色9 影音盛牵制白贤佑的原因 而剧中影音盛与白贤佑对彼此都抱持着敌意 影音盛更暗地里使出不少手段 想牵制白贤佑 近日朴承勋受访时 也谈及影音盛不断牵制贤佑的原因 毕竟和我喜欢的人相比 贤佑是资格差很多的人 这里有点看不顺眼 有龙头里算什么 这种感觉 女王集团是韩国最大集团 从那个乡下滚来的人 怎么能占据了海人的心 应该是那种感觉吧 而类之女王调承勋荧幕形象惨遭定型 宵夜喜剧和好人 无奈朋友观众都认为反拍角色更出彩 类之女王主演金秀贤 金志愿调承勋 郭东岩近日做客Netflix采访节目 公开了不少各自的TMI 其中调承勋透露 其实很想演好人和喜剧角色 可惜遇到了现实的阻碍 类之女王讲述财伐夫妻结婚三年后 迫近重圆的故事 随着剧情进展发现不只是爱情剧 还加入了悬疑 推理 复仇等多种元素 越来越精彩 调承勋饰演海外归来的神秘金融男影音盛 在最新一集中 露出了令人惊悚的真面目 采访中 调承勋被问到更喜欢好人 还是坏人角色 认真的说 虽然主观上想选好人 但朋友和观众都说演反派时 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 所以决定顺应民意选坏人 问到在《泪之女王》里最想要的角色时 金秀贤选会长红满台 郭东岩选剧中儿子 调承勋则Pick郭东岩饰演的财阀家傻儿子红秀哲 这个角色有很多喜剧成分 很有趣 我个人也很喜欢喜剧 一度很想要这个角色 即使调承勋本人很有幽默感 聊到最近买了狗狗自动威士忌 在他忙于拍戏时十分有用 主持人请他对爱犬讲一句话 调承勋 汪汪汪汪汪 哈哈哈哈欧巴好可爱 即使调承勋很喜欢狗狗 他曾经晒出过自己爱犬的照片 调承勋之前也曾吐槽拍完《黑暗荣耀痛失本名》 所有人都称呼他载剧 反派形象真的深入人心 调承勋在《黑暗荣耀》饰演反派全载剧 脾气暴躁脏脏话连篇 然而讲话又颇为重肯 复杂立体的角色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即使朴承勋本人几乎不会骂人 导演希望在编剧给的台词基础上更加丰富一些 他只好在片场请教大家都是如何骂人 一一记录下来背诵表演 没想到在《泪之女王》还是相似的配方 现在大家更想看他演好人还是坏人呢 此外《泪之女王》一共16集 本周六即将更新第9集 传说中更加精彩的后半段即将展开 大家要记得看哦